就是之前因為林鄉就是有爆出跟那個麻結婚的事情 就有很多網友聽你報過評說 那為什麼你就要離開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覺得 就這樣啦 因為那時候 畢竟我覺得狀況也是不太一樣 對啊 那他們如果是 真的是像報導那樣的話 我是覺得 不然感情的事情就沒有辦法控制 那如果真的 找到自己幸福的話那很好 所以這件事真有所謂的敬愛令 我們是 我們是有敬愛令的 就是因為 會希望大家不要把焦點放在這上面 因為他們球員有他們的 那叫什麼 的工作 工作形態嘛 然後大家可能會因為一直 有這種新聞然後特別模糊的焦點 對所以 還好我覺得我們大家沒有那麼放在心上 都在工作上面比較多 但是那林鄉他會覺得 那他算是個特例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現在就是 也不知道公司現在怎麼樣 就是一切都是等公司那邊在處理 所以你們私底下都沒有發掛想說 他們一直這樣子談戀愛 我們不會啊 我們不會特別就是 大家都是 同事 大家就會覺得 你如果沒有想特別說 我們就不會問 就是完全也沒有去過問他一些私事 不會啊 就像大家跟他講的一樣 加油 這樣 就是 最溫柔的方式在 關心他 對 對 所以你覺得你也不會覺得不公平 或是 我還有我 我看到新聞 因為我也是看到新聞才知道 我還有蜜他耶 喔真的喔 我說還好嗎 這樣 對我有問他沒事吧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很好這樣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跟相識到也不錯啊 所以 就我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內部的狀況 所以我 我也是看新聞 我跟大家一樣看新聞才知道的 對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說 欸現在球團是會怎麼處理這些 我覺得 因為畢竟我現在在畢業嘛 所以我不知道 最後會是什麼方式 我們在裡面 我們也是看新聞才知道 喔 知道 對就是一切就是 那個球團都不會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就只有上班會到球場而已 嗯 所以那時候私訊等一下 你是不是也擔心他可能 球團會有一些動作 沒有我純粹擔心他的 會不會情緒 就是因為 因為我 我跟他之前聊 因為他畢竟處女座啊 其實處女座 是心思蠻細膩的人 然後 我覺得影響情緒最多的都是留言的 喔 就是不要去看一些 新聞報導下的留言 對 對 我覺得那個可能會讓他比較 受傷 嗯 所以我們都會去關心這部分 但是不會對於 事件有過多的問候 對啊 所以我也沒有多問什麼 我就是一句 寶寶還好嗎 這樣子而已 對 然後他也跟我說很好很好 沒事這樣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 我也沒有再多問他任何事情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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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